你知道那个七宝老街上海话怎么讲 七宝老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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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年春节快到了 上海哪里的年味最浓呢 我来到七宝镇寻找记忆里的老上海 遇见一位当地的老人 向我说起三十年前的往事 九十年代的七宝镇是什么样子的 过年的话 我跟你想啊 可以去说南京路你知道吧 我知道 知道 知道 南京路当时西藏的不是一个天桥吗 我们在上海人的笑话 就在南京路站在天桥上 可以从头上因为踩过去 不会掉天桥 我们都要到这种程度 嗯 哎 早些年 每逢过春节上海郊县的农家主妇 总是非常的忙碌 吃多少没多少 我送一忙碌 以前家里面要做歌啊什么 现在还弄啊 谁做做一忙碌 一忙碌 贴春脸这一古老的民俗文化 如今重登寻常百姓家 苦心高足 你准备把这对联贴在哪里呢 贴在什么这里 是人间语入农 笔下文章润 你还准备写吗 我还准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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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我的奶奶 情势各异 遍布全市的连锁超市 已成为市民购买年货的首选去处 这几天在许多超市商场 顾客熙熙攘攘 日均销售额都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永远讲出了什么 开门期间基本上全有了 一段教会了 只要薄一个双地 我们就买到了 望远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今天的东方明珠塔 也迎来了成千上万四面八方的游客 请问你们是从哪来的 从南京来的 第一站就到了东方明珠 我们从台湾来的 我几次去上海 但这是第一次去这堂 所以我说这可能是一个好想 去上海的城市 从最高的地方看起来 我们一直到这个东方明珠是不错的 但我一直没时间 正好放假的时候 只能利用这个时间 第一个春节 文艺舞台血力缤纷 既给本地市民提供了 丰富的精神食粮 也为来户的国内外游客 增添了活动内容 在平安中呢 我当时有空就老忙了 我们记得里面有空了 就领着小女出来 就能听听名字 几个底下也是刚才 几个小女的警察啦 一个熊大熊大 是否爱就得忍耐 不问该不该 都怪我没能耐 转身走开 难道牺牲才精彩 伤痛才实在 要为你留下泪脉 才证明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谢谢你的慷慨 是我自己破盖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你只要被期待 都要真正期待 都要真正期待